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王毅 他讲这个话 说这个韦德奇这个议长 是踩到红线 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说法 而且还恐吓说 他以后要付出代价 对 所以说这也引发了 这个欧盟国家的重怒 我觉得他这是统一个马蜂窝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王毅的压力是非常的大 因为从这个美国不断的在外交上 跟中国不管在军事上 还有在经贸上 都有非常多的 这个每天几乎每天在出牌 就变成中国每天都在接球 应接不暇 但这个时候他还要出访 到欧洲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一次到了 除了他之外 包含这个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杨洁篪 也要去希腊 也要去西班牙 也要去葡萄牙 那杨洁篪是当过中共外长 所以也算当过这个国务委员 也算是中国外交系统一个非常高的领导人 两个人为什么多到欧洲去 因为他们认为 川普的当然跟欧洲关系不好 特别他跟梅克尔关系也不好 欧洲人不喜欢川普那种一些政策 所以美国对于中国来讲 他一直认为 我只要能够拉住欧盟 我就可以对抗美国 就联欧自美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自从武汉肺炎之后 我觉得欧洲因为深受其害 所以欧洲对于中国的态度也出现改变 甚至包含像这个华为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本来英国也不具用华为 现在英国也具用了 我们看到法国也具用了 越来越多欧洲国家不用华为的5G了 那等于说他们在国安这一块的立场 跟美国是一致了 所以说我觉得王毅他要想要去 分化美国跟欧洲这个做法 从这一次的王毅的出访来看 是相当的失败 而且我觉得国际间都把王毅这一次 跟这个去欧洲各国都被质疑 包含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的 这个总理也不跟他见面 那甚至我们也看到法国的总统马克宏 跟他见完面也没有公开的记者会 而且大家都是围绕在这个疆毒 那个新疆的问题 人权的问题 还有这个香港的问题 还有台湾的问题 所以都被问的烦不胜烦 甚至他到挪威去 人家还问他说 那个香港未来黎智英 有没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和平奖 他很尴尬 为什么 因为挪威的奥斯路 就是每一年和平奖颁奖典礼 然后2010年那时候 中国的这个刘晓波 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 无法前往 结果讲台上就是一个空椅子 那个空椅子 现在在中国 那个照片也不能流传 那代表是刘晓波 也被视为禁忌的图片 那等于说这个王毅到了挪威去 人家用人权问题来质疑你 更加的尴尬 他就不知道怎么回啦 对 那而且大家是这次是把王毅的访欧 跟这次的这个韦德奇议长访台 两件事做了一个共同的报道 把它连接在一起 凸显这个捷克的议长对台湾的力挺 还有台湾的重要性 那我这两天也也见到了我们之前的这个这个住我们的这个捷克的代表 有机会跟他见面 他说捷克百分之七十的民众是反中的 他们中国民调是反中的 那为什么反中 因为他们过去也一样这个被这个苏联的老大哥邻居跟德国所侵略 他们非常能够感头深受那个弱小国家被这个欺压的这种痛苦 因为我们知道捷克也不过一千多人口一千多万人口 比我们台湾人口还少很多少了至少一半 那但是他们在高科技各方面他们非常的了不起 那他们也在两大强权 从二战时候的德国 后来到这个被冷战之后 他们又被他们老大哥是苏联得欺压 他们非常能够感头深受 那我们这位代表 他在前几年他本来这个挪威 本来捷克的这个有一个工商部的部长的一个会议 邀请全世界各国到捷克的驻外的大使来参加 他也受邀 结果他去会场竟然被中国要求他必须离开 所以我们这位代表被迫离开 那他当结果这个消息被捷克的媒体知道了 捷克的媒体一出来之后 绝不可思议 为什么台湾的驻捷克代表要被因为中国的蛮横 要被排除在场外 结果媒体一报道之后 哇 全部捷克人都关注台湾 所以台湾现在在捷克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而且有将近八成的捷克人 是很欺赏台湾的 所以我们要包含这一次的这个 布拉格市的市长贺吉普 他为什么这么的挺台湾 因为他曾经来台湾长庚医院实习过 他这个医生长得非常帅 他从此就觉得爱上台湾 那回去之后他当选了布拉格市的市长 首都市长 他竟然是断绝跟北京的姐妹市 来跟我们台北建立姐妹市的关系 他这次也有来跟着这个维德奇的这个议长一同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忽然发觉捷克这个国家 不但是风景非常的秀丽 我也很想去他的古迹非常多 因为他在二战之后 因为他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没有太多开发 所以他的古迹都保存得非常好 建筑非常美丽 那台湾人也非常喜欢去 大概也是我们去欧洲 相当排名前面的国家 所以未来如果能够有直航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跟未来两个国家共同合作